第九十一集 或是你滚球吧 这种事情谁喜欢看 砸毛小刀 一脸羡慕说 哎呀 你养了一只宝贝虫子呀 别的不说 光这个偷窥的功能 就足以献杀旁人 有了他 往后闲着无聊的时候 其乐无穷啊 他那个脸上露出 难以掩饰的猥琐的笑 就像刚刚偷到鸡的 那个黄鼠狼 哇汉人哪 果真是一样米 养白种人 也只有萧可明 这个猥琐的道士 才能够发掘出 这种功效来 开着玩笑的时候 又谈起了刚才 金蚕骨 为什么失控 钻入了他的体内 砸毛小刀说 他被这个小肥肥 钻了一圈啊 感觉浑身都得劲了 舒服极了 好像蒸了桑拿 毛孔舒张 刚才呀 还特别难受 后来吐了一番 神清气爽 一点毒瘾发作的症状 都没有了 我说呀 我非这个金蚕骨 把你老肖体内的毒瘾 当成了美味 所以才弄了那么一出 萧可明吃惊 说这怎么可能啊 毒瘾 毒瘾 这可是一种 精神式的依赖症状啊 又不是解毒 解骨 怎么可能呢 哦 他想了想接着说 说不定也可以哦 金蚕骨属于半灵体 能够迷幻人的心智 作用于精神 说不定啊 你能将这毒瘾给借了呢 那个狗日的霸颂 不但浪费了我唯一的雷符 哼 那个雷符可是我师叔公留给我的最宝贵的一张啊 还给我种下了个毒瘾 把他的血衣烧了化灰 喝水服下也没有用 哎 你看我这几天难受的 有时候真想死啊 也好 每天钻一钻 生活更健康 只是 那个 能跟你们家那虫子商量一下吗 能不能不要走错了路啊 半个小时过后 金蚕骨传来消息了 说有情况 我立即入定 将心神沟通过去 景物由朦胧变得清晰了 只见王山晴穿着蓝色的丝绸睡衣 跪坐在神龛面前 三炷香点燃 青烟鸟鸟 红鸡蛋 苹果和黄色的柚子摆放整齐 然后 就见他嘴唇在蠕动 似乎在念叨着什么 他拜 不断地扣手 样子就像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像是一个 在朝圣的路上 一路荆棘 风雨无阻的前行者 他这种凝肿的叩拜 让我吃惊啊 因为他每一次扣手 他身上的黑雾 就多了一分 神看上 击败的是谁 是一尊黑色金边的小雕像 目指的 三头六臂 三面青黑色 口中吐火 愤怒裸体像 底下有莲花 观音大师那种 但是 是黑莲 共计十二半 花开 跌作其间 一面喜 一面怒 一面吃 栩栩如生 见多了神像啊 都是些菩萨 天尊 如此恶鬼像 倒是少见 也不知道是在哪儿请的 一看就邪门 我听不清 王山青说什么 好像是一种经文 也好像 在说着什么 平常的话 在祈祷 香烧了一半 他站起了身 然后呢 折回了卧室 肥虫子 跟在后面 卧室里阿根 已经酣水了 阿根本来 喝了点酒 刚才也是新老了 眼睛紧紧地闭着 嘴巴半张着 想必那个呼噜 也震天地响 房间里 大半的区域呢 是黑色的 床头灯开着 照着暖暖的 黄色的光芒 王山青坐在床边 仔细地看着阿根 他的眼睛里 并没有丝毫的爱意 冰冷的彻骨 仿佛 在看一个毫不相关 甚至痛恨的人 过了一会儿 他心红的嘴唇 张合着 不知道说什么话 突然 从王山青敞开的 针丝睡衣的 胸领里边 溜出了一条 鼻涕虫一样的生物 这个东西 身子扁长的 黑褐色的 浑身滑腻腻的 有粘稠的写字 附在标皮上 有两对触角 像去了坑的乌牛 他一出现 金蚕骨就莫名其妙地 冲动起来了 要不是我死命地拦着 这个饿死鬼 早就冲上去开吃了 这个鼻涕虫 从王山青 钱青的乳沟处 出现之后 便一直爬 爬到了 这个女人的眉心 开始叫唤 我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 金蚕骨接收的频率 令人恐怖的事情 发生了 随着的鼻涕虫的 叫唤 阿根闭合的双眼 莫名地就张开了 双筒无神 呈现出白色的迷离 直挺挺的 就像是一个僵尸 接着 从他血红色的眼外 集中 突然举出了一对 粉红色的肉眼 这个肉眼 就像是医学透镜里面的 鼻息肉 一小偷 长长的 最顶尖是源头 左右摇晃 上面有一个淡色的小泡泡 好像 晕含着空气 阿根的双脸之下 居然 凭空长出了一堆肉眼来 如同山坡上的向日葵 以垂直的方向 紧紧朝向了 王山青额头上的鼻涕虫 这个虫子动 这个肉眼就动 缓缓地移动的方向 仿佛有生命 这种奇怪而恐怖的现象 让我一瞎子就想到了 被排斥在十一类古毒之外的 另外一种鼓 情鼓 十万群山的深处 神秘的昆虫繁衍生息 苗女多情 采之 放于悬木门中 温养 每月 鲜血尽逝 与初夜 种子鼓 于南方身上 这个手法 就是 情鼓 情鼓之所以 没有排在十一类的古毒之中 这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古毒古毒 一般来说 古毒不分家 但凡被称为古的 都有一定的毒性 然而 情鼓的重心 却并不在于害人 而是用迷惑力 来维持一段情感的契约 这一点 几乎完胜 大部分古毒 蛊惑人心 说的就是情鼓 可见之明气之大呀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 以身体养骨的人 长期受 勤骨本能的感染和亲失 眼睛会发红 内分泌会失调 雄性激素增长 以怒暴躁不安 而且容颜会衰老得很快 虽说 杨骨者最多都不免会 家树衰老 但是 给自己重情骨者 尤其快速 情骨的名气 是如此之大呀 以至于很多人 都以为杨骨的 都是女人 在西南苗江 经常会把杨骨女 称为草鬼婆 传女不传男 所依据的 大部分 都是情骨而言 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呀 连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解 该怎么放 该怎么破 毕竟 在我们那一带 并没有这种 骨的存在呀 哪儿有呢 湘西四县 云南大理 千溪耶朗故地 以及川树大跋山一脉 均有传闻 喧嚣沉上 路人接吻 王山青浮下了身子 伸出舌头 舔了一舔 那阿根的鼻尖 额头中的鼻底虫 就顺着这张 狐媚的脸朝下 游过了那 秀挺的穹鼻 腥红的红唇 粉嫩的舌头 然后 蠕动到了 阿根的脸上 一路 留下了 清亮的分泌物 最后 停在了 阿根的眼睛下面 舞动着 柔软的触角 轻轻的舔拾着 阿根眼睛的 小肉眼 这个小肉眼就像是被灌溉了有机肥 就像是墨汁 我心中是狂挑不已 这并非是秦谷 这么简单 不是 联想到了晚上厕所里 王山青堵住我说的那一番话 前面的真假未知 但是显然后面的 他不喜欢阿根 这是必然的 秦谷 只有秦根深重的女子 才能够施展 不然 哦 是啊 这个女人是在 西施阿根的生命力啊 不但要谋财 还要害命啊 这个女子到底是在哪儿学的这个写法呢 竟然害到了我的朋友的头上来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睁开了眼睛 推开车门 就往下边冲 今天 看我不弄死他 我们很快就冲到了楼里 然后被值班的保安给拦住了 没有门金卡 上不了功率 我无奈啊 我只有框他说是警察办案 他不信 说要拿证件 砸毛小道从后边过来 一拍那个保安的肩板 保安扭过头去 人就呆滞了 哎 我说这 这什么法术啊这个 啊 定身术啊 太霸道了 小道得意地展现出手上的液体 在那保安鼻子下面啊 又抹了抹 他说 听说过 麦角三二千安 没有啊 我没有 我摇着头 他很不屑地嘛 头遍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阿根家的门外 面对的关闭的门啊 我瞅着擦毛小道 他怂了怂肩 说这是鸡鸣狗道之辈的伎俩 无量天尊 我可是堂堂的毛山道士 正经人啊 我好久没听他自吹是正宗的毛山道士了 我乍一听感觉怪怪的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是朵朵 能破门而入吗 好在肥虫子给力 我这正愁着呢 这个门咔嚓开了 朵朵鼓着不合比例的毛翅膀朝我飞过来 我等了他一眼 他一转向 亲密地趴在了杂毛小道的发肌上 老肖的脸立刻变成了猪肝 浑事都感到不自在 我们三步两步就冲进了卧室 门骤然被打开 见有人进来 王山行大吃一惊 剑声惊叫 那条鼻涕虫一样的琴鼓 受惊地跳起来 向野地里的兔子朝王山行的胯下钻 他回归了神 见到是我 又见到杂毛小道 他心中的忐忑缓解了一些 下意识地裹紧了睡衣 窃窃地问 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 我冷笑地说 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还问这些吗 他装傻 不懂啊 你们都是阿根的朋友啊 为什么擅自跑到我们的卧室里来呀 朋友妻不可惜呀 他说着 眼睛一转 一双毛子顿时多了几分光芒 他娇笑着 好好好 陆哥啊 你记起了我刚刚说的话了 瞧你这个人 真是个急性子 刚才还装斯文呢 这会儿就找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伴儿 是要一起吗 我上前两步 一把掐住了他那个娇嫩的脖子 我毫不怜香惜语 伸手就扇了他四个大二瓜子 我停下手之后 他娇嫩的双甲一瞬间就变得轻肿了 嘴角也一血了 他懵了 反应过来的时候 暴怒 张牙舞爪就要来抓我 恼我 他说老娘给你拼了 这样的话语 我伸长了手 离远一点 避开了脸 然后手上渐渐地用力 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让他呼吸不畅 近距离地 体验死亡的快感 他终于恐惧了 从汗腹的波拉中 败腿下来了 他像个受惊的小鹿 眼睛里瞬间 就流下了青龙的泪水 我稍微地松开了点力道 他长长地呼口气 抽也着说 你 你怎么能够打女人呢 你 你这个畜生 我心中的冷意 连自己都哆嗦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变得平淡 我很奇怪 阿根没有跟你讲过 我是个洋谷的行家吗 你 居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敢勾引挑逗我 你真是肆无忌惮啊 还是想一蹶高下吗 你脑壳进水了吧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打过女人 没有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一个男人的基本素质 但是今天 我压制不了我心头的怒火 你 是我第一个打的女人 或许 也是我第一个杀的女人 因为你严重的 伤害了我的朋友 说完了这番话 我一松手 重重的 把她推到了床上 我准备了我 我两个杀的女人 我两个杀的女人 我这一天就能够到今天了 我这就能够到你了 我这就能够到你了